历史穷匣子 笑谈历史风云 朋友们好 我是严寒 大清的开股 是从一个女人手里起来的 那便是孝庄太后 有意思的是 大清的王国 也是在一个女人手里摔倒的 而且摔得稀碎 在哪里摔倒 就在哪里 水一地 自此以后 再也没站起来 这个女人就是慈禧 一提到慈禧 所有不好的词语 像老妖婆 千古罪人等等 都被丢了出来 因为她坏事做尽 太可恨了 那么慈禧真的一无是处吗 其实也未必 她也是做了两件好事的 而且这两件好事 至今仍被国人称赞 那么慈禧到底做的是什么好事 今天咱就来给大伙说一说 这第一件事 就是左宗棠收复新疆 这件事的大功 归在左宗棠手里 没错 但如果没有慈禧允许 如果没有她调动军需物资 恐怕也没有左宗棠的功 同时也正是她重用左宗棠 左宗棠才能在朝堂上 有话语权 才能有后来的收复新疆 所以在这件事上 慈禧也是有功劳的 正如那句歌词一样 军工赃有所宗棠一半 同样也有慈禧一半 这第二件事 就完全是慈禧的功劳 而这下慈禧乐坏了 可算没人和她抢军工赃了 这件事就是禁止禅足 禅足 也就是用布将女性双脚紧紧残裹 使其畸形变小 此举风行数百年 可她着实是个陋习 严重伤害了妇女身心 因为禅足残废的大有人在 更有甚至为此丢了性命 由此可见 禅足是一个百害而无一例的习俗 慈禧废除了她 是大快人心 也是功德一介 但就这件事 军工赃都是慈禧的 绝对没人和你抢 你是最棒的 给你点赞 其次 如果慈禧生活不那么奢侈 她的骂名会少很多 尤其当时老百姓 穷的都吃不上饭了 而慈禧却穿金带银 吃着山珍海味 用着顶级护服品 过着潇洒的宫廷生活 在宫里呆够了 就去宫外度假 参观参观农家乐 尝一尝铁锅炖大鹅 你说可恨不可恨 穷人都揭不开锅了 她还要炖大鹅 着实可恨 更有甚至 她还签订一些上权辅国不平等条约案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直接把老百姓爱国之心给激发出来 对慈禧是恨上加恨 恨得后头牙都痒痒 所以直到现在 慈禧依旧是骂名不断 好 今天咱的历史故事就说到这里 咱下期见